老师好 进到myveboard第一颗这里很重要 叫什么呢 视窗 你看见吗 什么意思 当我点这里又怎样 就回到我的桌面上来了 我的电脑桌面啊 这时候你的电脑 你爱开哪里就开哪里 譬如说我现在开的是我的简报 我的word好了 假设我在教word需要做标示 老师有看到右边这几个吗 这是myveboard的标示工具 来 我要教小朋友电脑的知识 我要教小朋友 开始呢 从 老师 各位同学好 我们在word怎么插入图片呢 第一个 点插入在图片这里可以点 你看见吗 那如果要做标示的时候 看一下点这个画笔 当你点画笔的时候 滑鼠 画笔 老师看这个位置 现在是滑鼠 画笔 有看到吗 当你点画笔的时候 这里就是笔的工具 有什么工具呢 笔这边有颜色可以从这里来 那这是橡皮擦 这是加造型 这是加文字 后悔重做 那这里 当我在点这个滑鼠的时候 又回到什么 画笔 那目前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点功能 点功能 来 我要点这里 当我点这里的时候 画笔什么意思 来 同学要点哪里 第一个 再插入标签去点图片 你就可以把图片功能加进来 那又要操作握的啊 所以你要离开这个画笔工具 点哪一个 滑鼠 来 在哪里呢 插入图片的地方 点这个 齿装置 就可以把图片加进来 这里 那我又要再说明这个了 怎么办 又回到画笔 那图片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这里挑 譬如说挑橡皮虫 接下来点哪一个 插入 现在是在做说明 那要 又要把这图片夹起来 请你再点滑鼠 再点插入 图片夹起来 老师 这些红红在这里很难看 选哪一个 橡皮擦 橡皮擦呢 点一下 这工具点一下 叫做使用 红色 点第二下呢 叫做设定 哇 好多颜色 橡皮擦点一下 叫做使用 有三种橡皮擦 好 第一个 我给你看 这样图好累喔 如果很复杂的时候 来 点第二个 清除 这一页全部清掉 你看见吗 噢 这个清掉就全部清掉 所以我刚才画了半天呢 如果都不要的话 点橡皮擦第二颗比较快 这一页全部清掉 所以这边在做说明 来 各位同学好 我用红色笔做标示 那这个是橡皮虫 对不对 那注意喔 注意看这个地方喔 再做标示 那又要擦掉了 点橡皮擦 再点清除 这个 可以把它清掉 那这个画笔 然后我又要操作呢 老师我要把图放大一点 又要回到word里面来 所以点滑鼠游标 你看见吗 拉大一点 再拉大一点 来 缩小一点 我再把它拉大一点 剪 OK吗 再回到画笔又要画重点了 老师这次我要画绿色的 绿色不清楚了 这里 这个 那这边当然还有其他的造型 有看到吗 这边也可以打字喔 这个 所以呢 你下次在电脑里面交什么程式 需要画笔的时候 都可以请他来帮忙 来 那再点这里 哪一颗 这一颗又回到myviewboard了 又回到这里来 所以这一颗是让你切换 我现在是要交什么 我电脑的所有的软体 你又点这一颗 这画笔功能就在这里 画笔功能就在这里 来麻烦老师练习一下这一颗 目前在myviewboard 点这里回到window 回到你的电脑 对不对 又回到myviewboard 那待会有些 跟我们再跟老师做报告一下 还没完 还没完 你要练习喔 当你点这个画笔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要离开画笔 要点哪一个 滑鼠 这时候呢 就可以什么 就进到word功能来 这个 好 又要把这个画笔清楚 再点画笔 橡皮叉